将门胡子记忆也大没有惊喜 蓝一军团在里斯本光临球场领导伊布迪普塔亚 遭遇欧洲国家联赛两轮不胜 曼奇尼上任以来依旧没能拿到正式比赛里的开门红 欧洲国家联赛是蓝一军团无援世界杯后的首个正式赛事 老天似乎也在帮助意大利 同组对手波兰 葡萄牙相比与德西法应要好打许多 还记得今年世界杯上波兰糟糕的表现吗 然而首回合对决 世界杯最水中自队 险些就将蓝一军团打穿 若不是多南罗马的神勇 意大利绝不止丢一粒进球 在进攻当蓝一军团几乎创造不出太好的机会 只有靠下半场小将纪耶萨的登场才勉强挽回败值 然而及格奔的表现 背后留下的只能是一声叹息 面对葡萄牙 小纪耶萨仍是曼奇尼体系 中为数不多的亮点 他也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五千六百万英镑的身价没有多少水分 国家联赛开打钱 我相信有不少球迷 想过这只意大利卷土重来 小组投宁出现 然后决赛 甚至最后的冠军 然而现实是骨感 照此状态不降入 毕竟联赛便已是万幸 面对葡萄都需要费好大地力气才能拿到一番 放在十年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如果我们还用四届世界杯冠军的名号 用人们记忆中的黄金一带去要求意大利 这种心理上的反差却实让人难以接受 马奇米认重的约有人说 这只意大利几乎没有任何天才 除了小吉耶撒 很难看到任何有创造性的东西 还有人说 欲强不弱 欲弱不强是意大利的历来传统 现在是欲强不强 欲弱也不强 同样是四届世界杯冠军 德国今下遭遇世界杯史上首次小组出局的侄辱 重整旗鼓之后就能和法国来仪仗 意大利想拿拿波兰和没有碎罗的葡萄牙记棋的想法很美好 但提下来似乎是要告诉勇斗们接受现实 基础设施落后 资金缺乏 人才凋零等问题 是意大利足球老生畅量的话题了 这只新意大利是来医军团12年来首次没有 2006年世界杯夺冠的功勋球员出现在首发中 当部分巴尔加利和德罗西退领国家队之后 意大利似乎消散了最后一丝的巅峰记忆 后防BBC已成决场两场比赛下来 中场的长船转移不见了 皮尔洛和德罗西在的时候可不是这样 左后卫比拉吉最后时刻 临时三脚船中打腿 伟大的左后卫们怕是要气昏过去 传球传不起来 恐求率偏高 这对于你防守戒场的意大利来说并不是好事 进攻人才缺失 制造机会的能力偏弱 而如果只能依靠小基耶发的灵光一线的话 意大利实在是令人担忧 更致命的是 曾经引以为豪的钢铁防线 早已不那么牢固 2016年欧洲被孔帝的铁市制军 曾让蓝一军团提出印汉足球 现在看来似乎一成了回光板照 意大利足球的人才储备和体系 已经在逐年吓滑 这也是一大利球迷明白但又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看着如今的这只意大利 小基耶发 佩莱格里 克里斯塔特 巴雷拉 佩莱格里尼 扎尼奥洛 多纳尼玛多名95后球员 大有不破不利的架势 然而前辈我们的辉煌相比 新兵承接的时代显得更加沉重 17年世界杯率选赛时的阵容 在欧洲传统豪门的行列里 以意大利的现状来看 人们已经基本接受他们不是欧洲一流球队的定位了 相比于另一家洛铺豪门荷兰而言 人们认为意大利起码还能涌现出基耶发 贝尔纳德斯基 小罗马 若伊尼奥本居有天赋的推子 不会差到哪去 但现实阻隔失败 政治真空 意大利的政治危机 正在拖揽全球市场 也直接影响到足协当环境和人才方面的问题 没有什么好赚的迹象 单看着德国西班牙英格兰的清旋 所向拼命 是意大利 却只能眼睛睛的目送本土青年 才准备网上好门去补习 单看着现代足球越新越异 保守与顽固却总是在蓝银身上存在痕迹 意大利逐渐变得陌生 甚至已经陌生 这两届世界冠军 德国和法国都曾有过低估 巴西也似乎不复当年 只是这些都没有如今的意大利来的这般黑暗 我们还是会相信意大利足球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但如何找找道路 何时能够复兴 谁也不知道 其起落落是足球世界的自然规律 过去很美好 未来已在脚下 我们流过泪 也谩骂过 为什么还是不愿意离开 因为他是意大利 蓝色的爱 无论胜败 不仅是辉煌时候的陪伴左右 也是在低谷时的长乡厮守 意大利足球终会崛起 我们能带着他的归期 还是会怀念那一年黄建祥的嗣吼 还有刘建宏的那句 意大利队可以去柏林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